风消消息 易水寒 壮士一去西 无复还 咱一说到刺杀秦德皇 第一想到的肯定是荆轲 今天啊 咱们不说他 说一个他的伙计 谁啊 高建离 高建离啊 是一个基柱高手 虽然秦冰当时通缉这个荆轲云业的时候啊 他改造换面了 但是呢 还是因为他基柱记得好 被人发现了 秦德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把高建离叫过来给他表演 因为我赢哥很赏识他的才华 于是免去了他的死罪 不过啊 井国秦可这参私情之后啊 我赢哥把裤子都换了好几条 于是啊 转面留了个闲印 闲人把这个高建离的厌恶给悬喊 高建离一边演奏着 一边想起了他和他伙计的那段友情 在溢水之上 他记得住 荆轲唱着歌 风消消息 易水寒 壮士一去西 不复还 想到这儿 高建离拿起了装着签的乐器 实际地往秦德皇那儿砸 解惯你 咱都知道啊 看都看不求啊 咋砸呀 最后啊 让秦德皇给 哎呦 风消消息 易水寒 壮士一去 不复还 性命中的肉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外